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辞掉了日本本来想颁给他的最高容易奖 而广受好评 不过这几年曾志伟的名声一直不太好 被公认是娱乐圈出了名的四郎 前有曾志伟深夜喊刘嘉玲打麻将 导致刘嘉玲半路遭打击 经历了他人生中的黑色三小时 身陷裸罩门事件 背后操控者移指曾志伟 后有蓝金英生前控诉他性侵一事 让他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几乎让他名誉扫地 而普儿今天跟大家讲讲曾志伟另外一个令人唏嘘的事件 三十年前曾志伟在当导演时做了一件荒诞惊奇 扑朔迷离的案件 曾志伟当导演假戏真作 在片场霸王硬上弓 女演员于倩文 于倩文当场情绪崩溃 大骂曾志伟没人性 从此退出娱乐圈 曾志伟为何这么大胆 众目睽睽下 黑秀女演员 背后真相究竟是什么 曾志伟的背景究竟有多深 先让我们一起来回忆 三十年前有曾志伟导演的电影《安乐战场》 该影片讲述一群来自不同阶层的香港人 参加了一个菲律宾旅行团 不料途中遇上了被分离币军方追捕的非共 部分成员成为被非共劫持的人质 用来交换已被捕的非共领袖的故事 而其中有两场强暴戏 戏的女主就是十九岁的叶倩文 《安乐战场》是叶倩文的第二部戏 也是第一部电影 导演又是圈内大佬曾志伟 所以当曾志伟找到她 提出她的要求时 这场戏的尺度要大一点 要逼真 年轻的余倩文犹豫了 她不太明白所谓的尺度大一点究竟有多大 曾志伟告诉她 只要你们双方重要不碰上就行 十九岁的曾志伟那时候还没谈过男朋友 一脸的青春和稚嫩 为了打消她的顾虑 曾志伟忽悠她说 这是你成名的好机会 你要把握 即使有危险 到时候你喊救命就好 我们会帮助你 但等到真正拍戏的时候 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按照剧情需要 该电影会有两场激情戏 在拍摄完第一段之后 效果很不错 也没发生什么意外 不过第二场激情场片是由女演员余倩文主演的 却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 余倩文在拍摄时 真的被男演员强暴了 大戏的菲律宾男演员毫无操守可言 一上来就抓住余倩文的腿进行拖拽 硬是把她的腿给撞断了 但这位菲律宾男演员似乎没有助手的意思 继续强行撕扯余倩文的衣服 包括屁股在内的很多点都漏了 大惊失色的余倩文赶紧大喊救命 希望能够终止拍摄 作为导演的曾志伟却毫不在乎 不但没有阻止 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这日他入戏太深 大家不要干涉 不能破坏气氛 于是曾志伟假戏真作 电影里把余倩文霸王用上弓了 一群人就这么傻呆呆的看着一个女人被欺负 到后来剧组的一位美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不过阻拦冲了进去 这时大家才发现 那位菲律宾演员已经假戏真作 把余倩文给枪奸了 拍摄结束后 余倩文神情恍惚 面无血色 不知道的人还夸他一级出色 知道的人才真正明白 那是实实在在受过伤害之后的真实表情 而作为导演 曾志伟一句话都没说 转身就离开了 事后 曾志伟还甩锅给了余倩文和那位分立民演员 说是余倩文自己要求逼真的 至于最终变成真枪实弹 他也没想到 这件事情之后 剧组几乎所有人都跟曾志伟了脸 大家都骂他不是人 可怜的余倩文拍戏片酬一共也就几万块 为了几万块和一个毫无缥缈的成名梦 他牺牲了自己的第一次 由于假戏真作 让女演员余倩文受到了严重的心灵创伤 在拍摄完这部电影后 余倩文又拍了几部戏 但始终没有混出什么名堂 女演员余倩文就淡出了娱乐圈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涌了出来 引起骂声一片 而迫于压力 曾志伟把这段戏给删了 按了战场才顺利上映 后来曾志伟已经说 那场戏效果那么好 被删除太可惜了 虽然影片上映时 没有播出女演员被强暴的戏份 但是这件事也是颇受争议 曾志伟也因余倩文事件 遭人唾骂 被戴上了娱乐圈色狼的帽子 为了弄清霸王应上功的真相 于是普尔考古了曾志伟 当年谈这件事情的杂志访谈 以下是采访原文 记录了这起事件的始末 当时要拍摄两段强奸戏 拍完第一段出来 效果很好 当时打算以衣服妥当被人拉出来 衣衫褴脱出来两个镜头 去交代第二段的强奸戏 却遭遇负责第二场戏的演员 于倩文的反对 因为他不想失去戏内唯一的主戏 所以特意走来游说我 无论如何想办法保留这一场戏 终于我们想到尽量假戏真作 以保证拍出真实的画面 我也向女演员担保 我将底片最保密的冲好 然后和他一起看 看后如果觉得过火 便将整条片烧毁 女演员考虑了几天后也答应了 那为了增加真实感呢 这次也没有如一般的强奸戏版 先把衣服解烂再封好 现场只安排好女演员 贴好乳贴 确保拍摄途中不会漏点 我也吩咐好 唯一在场的摄影师 说他想看什么 就拿这个摄影师拍什么 我更叫他呀 拍摄时 先掌握菲律宾演员一巴掌 然后再替他下题 引他发火 才更容易入戏 最后再交代一声 有事就大叫救命 我也离场了 谁料他开机没多久呢 他就呼叫 我只当是他太入戏了 也没有理会他 直至听说 有人说死了志伟 甚至是骂起粗口来 我才觉得好像是出事了 跑进去才发现 对此事 毫不知情的女美术指导 比我先来了一步 他抱着哭得凄厉的女演员 直骂我不是人 该剧女演员于倩文 也因为拍摄这部电影 永远离开了娱乐圈 虽然曾志伟敢于承认 当年的事实 但是他的解释却有点牵强 很明显是将责任都推到了 女演员于倩文的身上 从他的解释来看 像是女演员为了出名 才主动要求这样做的 不过 不管曾志伟如何为自己辩解 事实依然是他的疏忽 导致了女演员被强暴 曾志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之所以曾志伟假戏真做 做出这么大胆的行为 而事后女演员也只能落得退圈的下场 实际是跟曾志伟身后的背景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 曾志伟算得上是香港娱乐圈的老戏骨了 辈分高危 旺族 算得上是一方大佬 就连向华强都不敢惹曾志伟 曾志伟从小出生在一个忧郁的家庭之中 他的老爹曾启荣 是香港警察系统的总警长 可以说曾启荣在香港可谓是 只手遮天 横行香港 是当年香港的风云人物 而从小生活无忧的他 就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后 有了地位的曾志伟 更是将这种放荡不羁的性格 毫无保留的暴露出来 各种占女生的便宜 所以在曾志伟身后的关系背景下 曾志伟才敢假戏真做 霸王硬上 女主角于倩文也只能忍辱退圈 向全市低头 好了 普尔金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对于刘嘉玲绑架案 深陷裸罩门 经理黑色三小时感兴趣的网友 可以查看我频道的这期视频 在普尔后续的视频里 我会继续为大家考古 香港娱乐圈那些 普术迷离的背后故事 如果你喜欢普尔的频道 记得一定要订阅普尔的频道 便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这些精彩视频了